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快乐报告 在他们的这个指标当中呢 他们有用了好多不同的一些方式来去定义快乐 那有一些跟大家以为的也不大一样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他说小朋友呢 如果假装自己是蝙蝠侠的话 可以帮助他们可以继续专注在这个任务上面 好那这里有几件事需要定义嘛 Pretending to be Batman 他是要怎么样假装自己是蝙蝠侠 是说只要穿了蝙蝠侠的这个衣服 他就觉得他自己是蝙蝠侠 还是说有别的定义 另外呢 这个什么叫做stay on task 就是怎么样叫做专心在做那件事情 是说他可以很有效的做完 还是说他可以不分心 还是什么样子 那这一章呢 我们要去谈的其实就是关于 到底做研究本身 我们很多时候都想要去证明什么 去讲什么 但是呢 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 其实有很多需要考虑的 那所以在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然后你想要做一些 怎么讲评论之前 那你要先问问自己 我真的知道他在干嘛吗 比方说你要知道他那边针对 像第一个例子什么叫做happy happy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例子里面 什么叫做stay on task 这个定义是什么 还有他想说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的证据是不是合理的 然后说他说吃越多奶油的 这个吃越多奶油的这些国家 他们国民比较快乐 好那到底是因为他们比较快乐 所以他吃奶油呢 还是说他吃奶油他比较快乐 那他的证据是什么 可以帮助他说什么样的话 那今天呢在这个第三章里面 我们就会分别去讨论这些议题 那第一个我们要去谈的是variable 就是关于这些 呃我们感兴趣的 这些因素的变相的一个定义 那首先我们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variable 那变相vari他的字根是vari嘛 V-A-R-Y就是从改变而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变相是一个会改变的东西 那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既然他会改变表示呢 他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状态 因为他如果没有两种不同的状态 他就不是改变嘛 所以呃你可能是这个高中低 也可能是零还有有 就是有或无 那都是OK的 但是他就是会改变的 那在变相当中呢 有一些变相是只能够被测量的 比方说呃这个反应时间好了 那反应时间就是被测量 还有正确率也是被测量的嘛 那有一些变相呢 是只能被操弄的 你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怎么样的 那说你今天呢 呃想要控制有音乐 或者是没有音乐的情境 然后来去看这些受视者的表现 那这个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去操控的 那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变相 他是两个都可以的 呃像刚刚我们提的这一个 嗯反应时间 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操弄的变相 比方说你就是把这个反应时间 快于500毫秒的人当做快速组 慢于500毫秒的人当做慢速组 那他又是一个可以被拿来操控的 所以在这里面呃这个大家不要太纠结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变相本身 有的时候呢 他是只能被测量 有的时候是可以被控制的 有的时候是两个都可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倒是比较重要 就是说我们今天特别是在心理学的研究里面 我们会遇到很多比较难去定义的变相 那这里呢呃 课本分成几个部分嘛 第一个是从他的一个概念层次本身 那这个是什么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的定义是什么 那接下来这一个更重要叫做操作型定义 就是实物上我们怎么样去界定这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第一个呃 如果你今天想要探究的是生活上的满意 那这个生活上满意是你感兴趣的变相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要一个定义啊 就说这个是采用了一个学者 Dinner他的定义 他就说一个人他在认知上 对于他的生命的一个评估 或者他的评价 叫做Statification with Life 那怎么样针对这个 有了一个定义之后 我操作上要怎么样去得知这件事情 所以这边他就说 哦 他有一个量表 这个量表呢 有五题 然后是怎么样 从一到五 然后用这个量表的分数来去做判断 好那第二个例子里面 他讲的是这个Perseverance 就是这个要讲什么 恒意吗 或者反正就是有那个恒意力 那这里呃 他的一个这个概念上的定义就说 哦这个你有能力可以去突破一些困难啊 障碍啊等等的 那接下来他这个还是很抽象嘛 可是他有一个操作型的定义 就是这个孩子呢 会愿意选择做一个无聊啊 然后步调很慢的动作 他可以做多久 然后呃 怎么样怎么样 那在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议题 你会觉得很单纯 可实际上他都是呃不太容易的 比方说你今天想要探讨是同理心 好同理心这是你的construct你的概念嘛 那同意性的定义是什么 同意性的定义可能是要对别人的感受感同身受 好那可是我要怎么样操作上要怎么定义 我可能是一个问卷 然后请他去填 那这个是一种可能的定义 我也有可能是我会用一个摄影机来观察 我就模拟一个情境 然后看看这个人的反应 然后来去帮他打分数 都有可能的 那但是呢 有的时候啊 这个变相是很难定义的 比方说课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呃 你对于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这是romantic partner的一个感激程度 要怎么定义 还有这个暴露在假新闻的程度 要怎么定义 幸福感又要怎么定义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或者是呢 你未来在看到这些相关的媒体的时候 你可以问问自己 哦好 那既然他谈这件事情会影响人的幸福感 那我就去看他怎么样去定义幸福感 他们通常都会去写到 那这个刚刚我们有稍微提了嘛 就是呃操作型定义 要怎么把这些变相能够用一个可以被记录的方式 可以被操作的方式来界定 这件事很重要 那这边我们再用一个例子 他说学校成就 那学校成就就有很多种可以做的 一个就是他呃 学生自己的表达嘛 或者是我看他的成绩嘛 或者是我看老师呃 这个上课的观察记录等等的 或者有其他的方式 所以呃讲到这边 大家要知道呃你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固然你的变相的界定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我在谈这个变相的时候 我指称的是什么 我要清楚让别人知道 那因为心理学家很讨厌 我们在上普先生也跟大家提过 关于什么是记忆啊 可能就有几百种说法嘛 所以每一个心理学家当他都用一个词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他们就在讲一模一样的事情 可能是在讲不同的事情 那你要看清楚他今天在谈 比方说他在谈情绪 他所谓的情绪是什么 你要看清楚他的操作型定义 然后再接下来 一旦操作型定义搞清楚之后 你才可以进一步去讨论他想要说的事情 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吗 好那我们要请大家做一下课本84页的这个 Learning Activity 1 就是关于一些变相的操作型定义 好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我们就先聊到这边